什么叫自然难以 什么叫违宪 你们现在师长还兼大法官啊 法律是由你们交通部来解释的吗 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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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羞愧啊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解释 可而且明天到晚大法官上身 现在令你们交通部也认为你们大法官 国外在审议 轮到你们交通部说三道四吗 审查要有正义 什么叫有正义 要有公平啊 什么叫违宪之谊 这我也没跟 是你们交通部可以来讲的吗 请不要把自己当做政治舞台上的小丑 主席请部长 好 请王部长 部长请你看一下 看清楚一下 这个大选的时候啊 花莲跟台东民进省所提命的立法委员 候选人 他的政见主要政见 就是兴建花东快 赖金德总统当选人也来背书 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也来背书 你不要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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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请你上来 你们交通部什么时候出大法官 你坐好 要特别啊 在这里啊 请教一下部长 从赖金德总统当选人 到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 到民进党所提名的花东立委候选人 都列为主要政见 告诉东台湾的人民 民进党是如此的关心东台湾的建设 希望均衡台湾的发展 都支持交通平权 大选完才短短两个多月 本席请教一下部长 您对于花东快的兴建 你打从内心深处 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我支持他 所以当时我们就进入了 传奇可信性 既然你支持 这是真心的吗 这是真心的吗 我是觉得花东的建设 现在越来越像真心人物啊 真心的吗 要不然就不会重启啊 重启是立法院做的决议 又不是你做的决议 本席请教你摸着你的良心讲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在求婚的 求婚的当下 你对你的太太所讲的是不是真心话 你今天面对全国国人 你讲的是不是真心话 你知不支持花东快的兴建 请部长回答 应该如果更明确来讲是不反对 不反对 刚刚是支持 现在是不反对 等于你问你的太太说 愿不愿意嫁给我 然后现在我不反对你嫁给我 那接下来呢 你最好不要嫁给我 现在这样 就是说我希望从我们的相关的评估 去证明 当然我如果 本席是请教你吧 打从交通人的立场 这条路应不应该兴建 请教回答 一定要分析评估可行 我已经讲说我不反对 但是也要经过一个 你从开始的支持 到不反对 然后到评估 部长 真的新潮流把你培育成这个样子 真的不容易 三阶段的回答问题 本席在这里 隆重的 告诉你 立法院所承载这2300万人的名义 代表各个政党 这是什么意思 2300万人的名义 不是40%的总统 在这里所通过的决议 就是代表全民的意思 所以 如果通过了花东快条例 对交通部来讲 您愿意去兴建他 这个交通人的基本立场 交通平权 生命无价 立法院今天通过条例 是帮了你一把 把条例通过你更好做事情 结果你的报告 属于此而羞愧交通人 什么叫自然难兴 什么叫违宪 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市长还兼大法官 法律是由你们交通部来解释的吗 委员 我刚才谈到 这一步实在羞愧啊 不是 什么时候我跟你们来解释 如果 连立法委员都不能解释法律 他们都不是大法官 可见明天到晚大法官上升 现在令你们交通部也认为你们大法官 这是国会要尊严 国会在审议 轮断到你们交通部说三道四吗 要讲什么 审查要有正义 什么叫正义 要公平啊 什么叫违宪之余 是你们交通部可以来讲的吗 如果每个委员 是你们交通部可以来讲 有没有违宪之余 通通是 你们申请过大法官解释了吗 今天我们在座的是一个交通 要不要做 该怎么做 国民党执政 本席的讲话 97年520执政 两年八个月 民国一百年1月29号 苏花改就动工了 现在你们把苏花改的钱 也当作你民进党花的钱 本席真的很佩服你 花动双轨电气化到现在 进行到哪里 你把钱通通列上来400多亿 你进行的进度是多少 苏花安 八字都没有一撇 环平 才刚刚宋建 拖了八年 拖了八年 我们再讲一次 民国97年 5月20号 国民党执政 100年1月29号 只经过两年八个月 苏花改就动工了 所有的地质 永水 全部都了解清楚 2016民进党执政到现在 八年多了 苏花安还是空中阁楼 还敢把八百多亿都列在这里面 全部是空投支票 苏花安是我们重启啊 本席请教你 本来是不做的 我们立委讲过 从2016讲到现在 什么叫你们重启 苏花安到现在 八百多亿的空中楼阁 你也此言列在两千多亿里面 连看都没有看到 你们真的当东台湾的人 是次等公民吗 工厅都办过了 部长 请不要把自己当做政治舞台上的小丑 一个工程师 是要封骨的 不是政治人物 所有在国会通过的事情 执政党有意见 要申请大法官解释 我们尊重 我们尊重 但是国会的尊严 我们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守住 国会 审查的事情就是国会审查 轮得到你们行政官员来说真倒事吗 这个就是我们工程师 所以 本席现在告诉你 工程师 没有见大法官 工程师不能说 你只要就工程专严来讲你该做的事情就好 不能先审就定案 我是这样 部长 请回 新潮流已经把你训练成这个样子 本席很佩服你 一个基本的一个工程专业 今天一个国会 可以由这些人 到这里来告诉我们 要怎么立法 要怎么样抵触宪法 你们现在全部都大法官吗 这是一个很 对工程人来讲 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